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巴黎奥运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那场史诗般的网球决赛 诺瓦克·乔科维奇在这场激动人心的对决中 以7-6,7-6击败了年轻的卡洛斯·阿尔卡拉兹 夺得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这场比赛不仅让乔科维奇填补了唯一缺少的网球荣誉 也让他成为最年长的奥运男子单打金牌得主 这位37岁的塞尔维亚老将在关键时刻 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冷静和记忆 面对更年轻、更具体能优势的对手 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传奇地位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铜牌到如今的金牌 乔科维奇的奥运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此次的胜利不仅为塞尔维亚带回了一枚珍贵的金牌 也巩固了他作为史上最伟大球员的地位 这场比赛中 两位选手的每一分争夺都扣人心弦 双方在两次抢7局中展现的记忆更是令人惊叹 乔科维奇在赛后表示 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体育成就 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多年来在奥运赛场上的心路历程 而阿尔卡拉兹虽然失利 但他年仅21岁的他已经成为网球界的未来之星 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将是一个重要的经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了解更多这场历史性比赛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一场历史性的网球比赛 它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而是一场充满激情汗水和泪水的史诗对决 文章主要来源于德国之声 Deutsch Vela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以及雅虎美国Yahoo US 这场比赛的主角是塞尔维亚的诺瓦克 乔科维奇 Novak Jokovic和西班牙的卡洛斯 阿尔卡拉兹 Carlos Elkeres 诺瓦克 乔科维奇 这位传奇网球选手 在男子网球单打比赛中 以7-6 7-3 7-6 7-2 击败了年轻的对手的卡洛斯 阿尔卡拉兹 赢得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这场胜利 不仅为乔科维奇 带来了个人成就的完美结束 同时也为塞尔维亚 带回了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二枚奖牌 比赛在著名的罗兰·加洛斯球场举行 这座球场见证了无数的经典赛事 而这次 37岁的乔科维奇 与21岁的阿尔卡拉兹 展开了一场难以置信的激烈对决 整场比赛 双方的发球局都未被破发 最终在两次抢期中 乔科维奇凭借他丰富的经验 和冷静的心态 掌控了局面 乔科维奇在赛后 对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表示 为国家带回金牌 是他人生中最伟大的体育成就 在欧洲体育频道的采访中 他补充道 这场比赛 让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灵魂 赢得金牌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乔科维奇 自2008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 一直在为奥运金牌而奋斗 在北京奥运会上 他获得了一枚铜牌 而在随后的三届奥运会上 他都未能突破四分之一决赛 因此这次金牌对乔科维奇来说意义深远 弥补了他职业生涯中的唯一空缺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乔科维奇个人的胜利 也是对抗时间和岁月的胜利 作为自1908年以来 最年长的男子单打金牌获得者 乔科维奇的胜利 展示了年龄并不是成功的障碍 而是经验和智慧的积累 他加入了网球史上仅有的五位 完成金满贯成就的选手行列 这意味着他在职业生涯中 赢得了四大满贯赛事的冠军 以及奥运单打金牌 在比赛的过程中 乔科维奇的冷静和决断力展现无遗 第一盘比赛持续了超过一个半小时 阿尔卡拉兹尽管年轻且体力充沛 但在关键时刻 无法击败这位经验丰富的对手 第二盘比赛中 双方再度进入抢7局 乔科维奇再一次展示了 他的心理素质和技术优势 最终以7-2结束了比赛 阿尔卡拉兹 这位年轻的西班牙选手 虽然未能在这场比赛中获胜 但他的表现同样值得称赞 他的机球技术和体能 都得到了乔科维奇的认可和赞赏 作为今年的法网和温网冠军 阿尔卡拉兹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无疑还有更多的机会 来实现他的梦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场比赛 不仅仅是两位选手之间的对决 更是两代球员的交锋 三周前 阿尔卡拉兹在温布尔登决赛中 击败了乔科维奇 似乎象征着新生代的崛起 然而 在这场奥运决赛中 乔科维奇用他的胜利证明了 尽管时间在流逝 但他的竞争力依然未减 乔科维奇的胜利 还引发了关于网球历史 和伟大球员的讨论 赢得奥运金牌 对于许多网球选手来说 可能并不像赢得大满贯那样重要 部分原因是 网球在奥运会上的缺席时间较长 用三盘两胜制 然而 乔科维奇的胜利 无疑将奥运金牌的含金量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乔科维奇的未来 这次胜利 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他是否会继续征战下去 对于一位已经赢得了 24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和98个职业冠军的选手来说 他还有什么目标 或许 这次奥运金牌的获得 将成为他职业生涯 完美收官的契机 也可能是他继续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的新起点 无论如何 乔科维奇的传奇故事 依然在继续 而年轻的阿尔卡拉兹 也将继续他的追梦之旅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精彩的比赛 期待更多新的传奇诞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诺瓦克 乔科维奇 Novak Djokovic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网球单打决赛中 以7-6 7-3 7-6 7-2 的比分 击败西班牙选手 卡洛斯 阿尔卡拉兹 卡洛斯 卡洛斯 赢得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这位来自塞尔维亚的37岁选手 为他的国家赢得了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二枚奖牌 这场比赛 在著名的罗兰 加洛斯球场上演 乔科维奇与阿尔卡拉兹的对决 成为了奥运网球历史上最受瞩目的金牌赛之一 比赛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 两位选手展现了极高的技术水平 最终乔科维奇在两次抢7局中保持冷静 成功夺冠 乔科维奇在赛后表示 为塞尔维亚带回金牌 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体育成就 他在接受欧洲体育频道Eurosport采访时补充道 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赛 我必须打出我最好的网球 两盘比赛都以抢7结束是公平的 我把我的心 我的灵魂 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场比赛中 为了赢得金牌 对于乔科维奇来说 奥运金牌一直是他职业生涯中 唯一缺少的重要荣誉 自2008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 他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铜牌 但在随后的三届奥运会中 他都未能突破四分之一决赛 尤其是在三周前的温布尔登决赛中 他曾直落两盘败给阿尔卡拉兹 这次夺冠也对他具有特别的意义 乔科维奇的胜利 不仅为他本人增添了新的成就 也为塞尔维亚赢得了骄傲 他成为自1908年以来 最年长的奥运网球单打金牌获得者 加入了包括塞雷纳、威廉姆斯、Sarina Williams、 拉斐尔、纳达尔、Raphael、 Nadol、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和斯特菲 格拉夫、Staffi Graf 在内的少数几位完成金满贯的选手之列 即赢得四大满贯赛事冠军和奥运单打金牌 这场比赛中 乔科维奇展示了他多年来积累的比赛经验和心理素质 尽管阿尔卡拉兹在体能和击球技术上都表现出色 乔科维奇在关键时刻的冷静和稳定 使他最终脱油而出 两位选手在发球局中都没有被破发 这也使得比赛更加紧张激烈 阿尔卡拉兹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潜力和技术也备受瞩目 这位21岁的选手已经拥有四个大满贯冠军 和一枚奥运银牌 未来的成就同样令人期待 总结来看 乔科维奇的这一胜利 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是奥运网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他的成就为未来的网球选手树立了新的目标和榜样 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的地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乔科维奇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壮举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伟大成就 更是塞尔维亚的骄傲 37岁的他成为了最年长的奥运男子单打冠军 这无疑证明了他在网球界的持久力 和始终如一的高水平表现 这次夺冠 让他完成了全满冠 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哦 楚天书 你的说法真是太夸张了 确实 乔科维奇赢得了金牌 但你不能忽视他一路上遇到的对手并不强 他在通往金牌赛的路上 没有碰到任何一位前十名球员 这样的胜利未免有些水分 而且 阿尔卡拉兹还年轻 体力和经验都在成长阶段 这次的失利未来可能会被多次反转 谢琪琪 我不得不提醒你 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即便对手名次不高 但在奥运这样残酷的赛场上 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37岁高龄的乔科维奇经历了半月板手术 他的身体状况远不如年轻时 即便如此 他仍然能保持稳定的表现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夺冠 说明了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无与伦比的技术 哈哈 楚天书 这听起来像是在给乔科维奇找借口 年龄大 受过伤 这些都不是理由 纳达尔 费德勒甚至是阿加西 他们也都有受伤和年龄问题 但他们的奥运成绩同样出色 乔科维奇之所以成功 更多是因为他善于在心理战上压制对手 而不是单纯的技术优势 再说了 他在重要时刻的冷静 仅仅是经验的体现 这并不能完全证明他的实力 谢琪琪 你的话听起来好像是极度啊 乔科维奇的心理素质和技术 都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点无可否认 他能够在如此高压的比赛中保持冷静 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而且 他的这次夺冠填补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块拼图 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伟大成就 至于阿尔卡拉兹 他确实年轻有潜力 但现在显然还不足以撼动乔科维奇的地位 楚天书 拜托 这不是极度 而是客观评价 你说的就像乔科维奇是万能的 可他也有很多失误和不足 再说奥运会的三盘两胜制 比大满贯的五盘三胜制要简单得多 这对年长球员非常有利 阿尔卡拉兹在大满贯赛场上击败过他 这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乔科维奇这次夺冠 说明他还没有完全退役 但未来的网球世界肯定属于年轻一代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